大家好,我是MissNillie,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想和大家庆祝一下MissNillie's Classroom的频道终于到了一周年 我真的完全想不到这么快就已经一年了 所以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庆祝一下这个一周年 在上个星期左右,我放了一个邀请的帖子 放在我所有的社交媒体上 然后邀请大家去问我一些特别的问题 未必一定是一些教育方面的问题 可以是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 或者是关于一些在加拿大的生活 或者是在加拿大的经验的问题 我将它全部集在一起 然后逐一逐一回答大家的问题 可能会挺长的 但我也不想一些问题被失去 所以我将所有的问题 全部放在这个视频里面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可以帮我 赞、分享、订阅、订阅 或者是加入这个订阅 如果你想加入我的社交媒体 也可以去MissNillie的Instagram 或者MissNillie Classroom的Facebook 多谢大家 今天先说这个Q&A 就是因为很多网友集在一起 然后就问我不同的问题 当然有很多是一些很奇怪的问题 我也希望可以尽量说多些给大家听 全部我都筛选过少少的 我都会把我自己的真心话 告诉大家 我们就开始了 首先我分了不同的部分 这个部分就是说MissNillie的自身篇 就是关于我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这个 为什么叫MissNillie MissNillie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MissNillie这个名字 当然是法名 但其实她是真的有意思的 她就不是一个中文的意思 或者不是一个英文的意思 其实她是Punjabi 就是一个庞姐抱语 在Punjabi里面 Nillie就是蓝色的意思 其实是有个故事的 话说我有一群学生 他们是Punjabi 然后他们就 有时他们聊天的时候 我就不停听到他们说 Nil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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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很好奇 究竟他们在说什么 有时我就会问他们 其实Nillie是什么 他们就没有告诉我 是什么 然后他们就说 是我很喜欢吃的食物 然后我就一直以为 Nillie是一种食物 我就很傻傻傻 然后我才发现 原来是因为 我的名字里面 是有个蓝色的蓝字 然后他们就 因为有时我都会 跟我的学生分享这个 资料 原来他们就 拿了Nillie去代替了我 原来他们在说我 所以之后我就 说你们在说我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为什么骗我 你是在说食物 他们就在嘻嘻嘻 就走了 所以至此之后 我就把Nillie 拿去变成我的画名 其实他们已经不沙业了 这班学生 大约四五个学生 他们已经不沙业了 但有时他们回来的时候 回来探望我 他们都会开玩笑 就说 Hi Mrs.Nillie 然后我就 哈哈 所以我最后就 拿了这个 做这个YouTube频道的名字 那我多少岁来加拿大读书呢 我十六岁半来加拿大读书呢 我十六岁半来加拿大读书呢 那时就是刚刚考完 会考之后 过来加拿大读书 不过我是来的时候 我是来第二季的 我就不是第一季过来的 我最后在香港 留了一会儿 才再过来的 所以就十六岁半过来的 用了多少年才拿到PR 其实如果我说这个数字 大家是会害怕的 我先给大家听了 然后才解释 其实我是用了八年的时间 才拿到PR 那为什么会说 哇有没有搞错 那么强 其实是因为我来的时候 一个留学生 然后就读了两年的high school 其实正式来说 只有一年半而已 一年半的high school 再加上四年的大学 然后再加上大学不再业 之后我再读了一年的graduate school 之后我再经这个 就是说Canadian的experience 留下 然后那时候 即是那时候 现在有点点不同 那时候就是你要有一年的工作经验 才可以申请 所以就变了再加一年的工作经验 再加上processing time 其实八年就差不多了 但是现在就没那么复杂 现在就不需要那一年的工作经验 但是processing time 仍然是要等的 所以 所以 我有high school 过来开始计算 就差不多八年了 好了 在GTA 住过哪里? 我真的 在GTA 我差不多想得出的地方 我都住过 因为 留学生会常常搬 所以 在GTA 我想 除了 Richmond Hill 之外 其实大部分的地方我都住过 我住过 我住过 Missisaga Etopical Markum Scarborough Downtown Toronto North York Vaughn 在Brampton 我都没住过 但通常如果你住在Missisaga 有时候都会过去Brampton 如果你住在Markham 有时候都会过去Richmond Hill 所以那个地方都是知道的 因为搬家都搬得多 所以差不多到处都住过 住得最长是North York 差不多住了九年左右 下一条 来加拿大之前都是读理科 是的 我在加拿大之前是读理科的 那时候因为考会考 中英素 AMS Physics, Chemistry, Biology 还有读了 Computer Science 平时最喜欢做什么? 就是上班 其实我很喜欢上班 跟很多香港人都一样 除了上班之外 我想游泳 游泳是一个很喜欢做的东西 包括教堂 但是除了游泳、教堂和上班之外 我就很喜欢吃东西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我真人 都不是很迁寿的那种 我都会吃东西 然后我很喜欢吃东西 但我很喜欢吃一些很健康的东西 例如我喜欢吃红菜头 西兰花 但偶然我都会出去吃东西 还有玩游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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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哪里教书 我现在是在公立学校教书 我之前是在私校教过 然后在独立学校也教过 然后我现在是在校园里教 我暂时都没有想过会再转 然后我的学校是在GT 哪一家就不止明了 但是就在GT 为什么会选U of T读书 其实很简单 没有想过这么复杂 有些人就说U of T很厉害 所以怎么怎么 其实我最主要是因为我想读理科 然后当时我也报了几家学校商科 也报了几家学校理科 由U of T收了我读理科 然后在很多云云众生的理科 就是收了我读理科的大学里面 我也想去一间有City Life的学校 所以我最后就是选了U of T 然后可不可以说多些U of T的东西 其实可以说一笔布这么长都可以说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把它详细做一句的话 U of T是一个很有爱又恨的地方 在那四年再加上GT读书 读的时候是极度辛苦 我完全没有想过 在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但是当你读完读的时候 你会觉得在那四年 即是我的情况是五年 是我最开心的五年 即是我过得最爱的五年 所以我是有很浓厚的U of T 想问一下U of T 是不是真的人家说得那么难 还是因为加拿大表示中学难度 没有那么高 人们就不适应 其实加拿大的中学不是没有那么难的 只不过是它焦点的东西不一样 我觉得U of T 在很多人眼中觉得很难的原因 是因为它真的好像一个炸汁机 所以要拿干扰 要拿正了你的努力 拿干扰 拿正了你的能力 所以变成了时间管理 就真的很重要 真的需要一个时间管理大师 不是各方面 但真的需要一个时间管理大师 所以有时候 我现在家里的两个大年青人 和新年青人 他们都觉得我 为什么你可以做事这么快 还有为什么我可以把时间 放到这么多时间 都可以做到这么多 就是因为在U of T 那时候训练回来 你时间管理好 其实就会在U of T 成功 但如果你时间管理不好 就会很辛苦 当然你就算好也会辛苦 只不过没那么辛苦 下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 看看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进入U of T 的时候 我没有想过 我需要GPA4.0 我要去报医学院 或者什么什么 我就是跟我说 其实中空飞过就可以了 不需要高空飞过 也不需要低空飞过 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 中空飞过 就是差不多平均 就可以了 所以对自己的要求 没那么高 就没那么辛苦 但是我知道 有些同学 他们可能想着 报医学院 之如此类 或者是法学校 他们对自己的要求 就非常高 有时我都看到他们会很辛苦 有时我都看到他们会很辛苦 开频道不露养 会不会觉得很限制 会呀 不过 但是一定要做 因为 其实我一直都想 如果露养的话 就会没那么辛苦 不需要遮来遮去 但是因为 我本身的生活上 和我这个老师的照片 就是那两个照片 其实就不太一样 我可能比较 比较 比较 或者说话比较 比较直接 可能有时 会爆一下一两句粗 那就是 跟老师的照片 就不太相配 所以 在一个频道里面 如果可以保持 一个老师的照片 其实 都是 不露养的 也就是 可以的 下一个 开频道有什么盼望 那盼望 就是 可以做到一个很 认识的 准确 和有人体的一个频道 就是 我做了一个频道 就是 希望自己的 材料是 准确的 就是我不想就这样 就这样分享 然后 材料就是 我听 别人说 或者是我的经验 是如何 我真的希望可以做到一个 认识的一个频道 但是 同时 认识的时候 就会变得很长 有很长 就会没人看 所以 这也是我要拿捏的地方 然后 开频道 下一条问题 开频道以来 令我最烦的事 是什么 哇 我其实是一个 很容易烦的人 可能在频道里面 不放出来 或者是 DM 不明显 但其实 我很容易烦 然后 我最烦的 有三件事 就是 有些人 不看影片 就会问 有些人 可能 他们觉得 问一句 你就可以很快 回答到他们 确实 我是可以很快 回答到他们 但是当 很多人 DM我的时候 可能百多人 DM我的时候 每个人都问同一条问题 就会变得很重复又重复 说真的 我也是用我公园的时间 去做 怎可能答到百多条问题 如果答到他 那我不用拍影片 所以 就觉得 不看影片 就问的时候 有时候 会变得很快 但是 当然 我也明白 很多人 因为他们都有上班 他们都需要时间 有时候 我会 希望有些人 问我的时候 就会说 我有这个问题 就是 我的教育方面 是怎样 怎样 然后就问我 可不可以 推荐一些影片 给他们看 我觉得这样的话 我会更好 因为始终 现在我都做了百多条片 也不可能 期待 每个人都看完百多条片 我也明白 但是 如果期待 我真的没有看影片 就问 然后回答你 的时候 其实我有时候 在心里都挺吻 第二个 就是 问完又爭 又要问又要爭 有时候 回答一些 网友的问题 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文化的差异 还是什么 其实我也是香港人 但是就很喜欢 咬 你回答完他 就说 那什么什么又会怎样 然后就说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 真的不可以 是这样 我也是照这些系统回答你 然后 第三个 就是当我是服务 因为 有时候 其实 坦白说 我这些都是 没有钱收的 我是奉务 然后 还不出样子 就是 我的教育局 不会给你个奖 对吧 所以 有时候 一句 谢谢 其实 对我来说 是一个动力 但是 有时候 有些人问完之后 你回答完他 然后他也不会告诉你 最后是 可以还是不行 他 之后就会消失 然后 可以 不行 也好 也好 也不会再出现 所以 有时候 就会觉得 好像被人当了 服务 之后 我们就 接下来 我们说完 我自己 刚才一个这么沉重的问题 对吧 我自己下一个 就是说 这个监护人篇 有很多人都知道 我是收了两个 监护人 收了两个 学生 来做监护人 就是大小年轻人 然后 其实他们也害羞 所以 就算 我都不会出他们的样子 或者是不会出他们的名字 都是叫他们大小年轻人 所以 有些问题 都是关于监护人方面 第一个问题 和大小年轻人是什么关系 其实 大小年轻人 其实就是我的表妹 他们两个都是叫我做表姐 其实他们两个都大了 其实我不需要做监护人 只不过是 他们两个都已经在读大学 但是我们仍然都在一起住 然后我仍然都很像 臭小孩那样 然后他们两个仍然都叫我表姐 有时候是有个难度的 因为其实我大 他们也有一折 例如我三十出头 然后他们才二十多岁 就算是同一个 在辈分来说是同辈 但是同一时间 我们也有年龄的差异 然后同一时间 我也是他们的监护人 所以 我的角色 除了是表姐之外 也有点像妈妈的角色 像臭小孩的角色 下一条问题 大年轻人还是小年轻人 麻烦点 我觉得两个都很麻烦 但是他们两个的麻烦 是不同的事情 我觉得大年轻人 在他的生活上 或者在他的学业上 可以照顾得很好 不需要三催四呈 又不需要 为你好温书 或者如此类的 但是 因为大年轻人 就比较耐廉 所以 有时候他开心 或者是不开心 你其实就 不太知道 可能你说完一堆说话 之后 也不知道他的反应 会如何 然后他也将一些 他自己的心事 把他收得好 所以你又不知 他在发生什么事 所以他麻烦 是麻烦在 要叫开他把口 问他 就有点难度 但是又不知他如何 我觉得 做监护人 虽然 我可以完全不管他们 但是 作为一个表姐来说 我觉得 不理他们 是不应该的 我觉得 这样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行为 所以 所以 我都会 有时候花了 很多时间 跟大年轻人出去 谈谈心事 然后 去他的房间 坐下 听他说话 这一个 我觉得是最麻烦的地方 但是 我觉得 作为一个 表姐也好 家务人也好 都是应该做的 如果 小年轻人的话 小年轻人就是 完全是反对 他在生活上 和一些学业上 是需要麻烦的地方 有时候 会叫他起床 叫他倒垃圾 然后 三催四请 连吃饭 都要叫他几句 那些 但是 因为他 很开放的 他所有的心事 都 差不多放出来 在面上 很容易 看得出 他在想什么 所以在这方面 没有那么麻烦 但是 在三催四请 然后 在这个 叫他做这样 做烈那样 的情况之下 是 最麻烦的地方 好了 大年轻人 还是小年轻人 更加有 暴风级的成长 我觉得 两个都有成长 两个都在这一年至一年半来说 来了加拿大 然后 也是有成长 但是 我觉得 大年轻人的成长 是大一点的 我觉得 他 愿意去和别人沟通多了很多 就是 他会 他会 真的会 从他的舒服 然后 有时候 我会逼他做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然后 奇怪的意思就是 不如你去学校的科目 他明明是一些很内向很内念的人 他都会尝试去试 他最多试完之后 不喜欢 但他都会尝试去试 但是 小年轻人就 难一点 对 但是 我觉得 在这一方面 大年轻人是真的成长了很多 其实 我也特意是开这个 section 的 也是告诉大年轻人 和小年轻人 究竟 他们做了什么 是好事 有没有后悔过做监户人 有 有 有时 有时 对着他们 我真的会 反白眼 又在家里 吵到叉天 有时 可能 我可能 喉咙痛 就是因为骂他们 罵到喉咙痛 即是 吵到叉天 所以 在那些情况下 真的有后悔过 另一方面 就是 我本身 其实是很需要 me time 的一个人 我是一个非常之 需要一些时间 完全是没有人可以 骚扰到我的时间 而当他们两个来了 之后 我是完全没有了 me time 而对我来说 是非常难适应的 然后 我会 可能 可能 中学 有没有 方法 找到 你可以找亲戚 可以找朋友 如果你找不到亲戚 或者朋友 其实很多公园 公园 他们都是有 资料 给你找到 homestay 但他们不会 帮你找homestay 这是York Region District School Board 的网址 其实你看 如果建设 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gram 其实他旁边 就已经有 给你听 是一些homestay的资料 其实你按进去 他就会有 很多homestay的资料 给你找到homestay 下一个 就是生活经验篇 这就是一些问题 关于我在加拿大 住了这么多年的生活经验 首先 第一条 加拿大的医疗 是不是常常都要排好长队 我觉得是 reasonable 是长的 是真的排好长队 但是是 reasonable 如果你真的说 你不碰 然后真的很需要 去看医生 之类之类 那些 其实他真的会先安排 一些紧急的情况 我好像去年 我真的有一个很紧急的情况 然后 那时候还未有得打针 然后还是不知道第几波 第二还是第三波 之类 然后那时候 我是非常急切地需要做手术 虽然说我的手术是延期了很多次 因为疫情的关系 最后他们也是 差不多是第一个 就是如果我们一开手术 我们就第一个就推进去 然后 他们真的是 保持他的话 真的一开手术 就第一个就推进去 所以 我觉得他们已经做得 他们能够做的范围之内 就是没有可能再 ask for more 但是你说等不等得长 当然是等得长 就是Lily Ba或者Lily Ma 不断打电话来问我 为什么还没做手术 然后一直在问 我都说我都没办法 但是是 reasonable 下一个问题 就是多人多看牙医价 和香港相差得很远 其实我很久没在香港 就看过牙医价 我不知道香港的价钱是怎么样 但是如果说experience方面的话 我是觉得加拿大的牙医 给我的experience 是好过在香港的牙医 给我的experience 但是价钱方面 我就真的不太知道了 我现在每一次去洗牙 或者check up 合同就是135元 我自己看开那个牙医 但是因为我本身是老师 老师有benefit 所以我是完全一元都不用拿出来 所以那135元 就是我的benefit 帮我给的 但是当然 有些benefit 就可能给80% 有些benefit 就给50% 但是它原价是135元 对比起香港的价钱是多少 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下一个问题 过了这么多年 仍然都是不习惯的事物 我最不习惯的 就是在生活上的事情 和同事是 牛头不搭马嘴的 就算现在也好 过了差不多十多年 如果4醒5入多20年 然后我仍然都会跟同事 牛头不搭马嘴的 比如说 你可能说我喜欢看 一些香港的节目 比如说《全民造星》 但是你回到学校 比如说回到公司 然后你跟同事说 他们不知道你做什么 但是同一时间 他们看的节目 我又不知道 他们发生什么 所以就好像 什么都要解释给他们 或者是之前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发生 然后是一些很香港特别的事情 然后和同事都完全是 什么都要解释 所以就变了有时候会辛苦些 比如说好像我星期日去喝过茶也好 他们都会问我 你和他们说虾搅烧买 或者他们都会知道 但是你一说到一些比较复杂的点心 可能要看照片 然后要解释 所以这个仍然都是我最不习惯的地方 就是他们说的东西 有时候我不明白 然后我说的东西 他们又不明白 不是英文上面的不明白 只是文化上面的差异 然后下一条问题 一个人过来有什么辛苦事 如果大家不知道 其实我那时候是一个人过来的 就是回考完之后 是自己一个人过来的 在这里完全没有什么人 我觉得一个人过来 最辛苦的事情 就是什么都要自己搞定 然后什么都要DIY 我觉得你来就要预复了 但是他那个DIY 和什么都要自己搞定的程度 是非常之極的 因为在这里所有东西的生活 都是慢 还有很多人都会自己搞定自己的东西 所以你真的要好色照顾自己 但是当时过来的时候 幸好我本身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人 但是当你任何东西都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什么都要学 就算你可能要报个税 你也要自己学 然后你要去申请个 Health Card 也要自己学 当时以前没有那么多 比如说Facebook Group WhatsApp Group 所以你真的要自己慢慢去 逐个逐个网站看 然后打给政府 然后去一些政府的部门 然后自己逐个逐个逐个去看 所以为什么现在好像我这样 很多同事都说 你好像看这些 policy看得很快 然后我就说 对啊 因为我看了十几年 现在当然了 大四年青人就可以得到我的 benefit 因为我已经看过了 但是我觉得自己一个过来 什么都要自己搞定 是最辛苦 就好像什么都要从头来过 然后下一条问题 就是加拿大人和香港人的价值观的区别 我觉得加拿大和香港人的价值观 其实有很多都很相似 但是我觉得最大最大的分别 就是我觉得香港人和加拿大人 对信任这个字是很不同的 就是加拿大人就是什么都先相信你 但是如果你骗他的话 那他就会完全是信任 就会破产到非常之極的 但是香港人 包括我自己在内 就是我什么都不可以说不信你 但是我会对任何的东西都会有存疑的态度 然后就觉得我是不是真的信你好呢 然后就搞到好像香港人都会问一餐的感觉 比如说我回去公司 有时候有些在开会的时候 我都会不断地質疑 可能校长说了一件事 然后我就会不断地问问题 然后我会问应该怎么做 如果那样又怎样又怎样 那样又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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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 然后有些时候我会被人照片 就问应该是否需要问这些个吗 那样又是照片 有一些同事便会跟我讲这件事 有些事情都未發生,就先問你發生了,你怎知道是否真的會發生呢? 所以對信任的分別 第二問題,加拿大是否像香港人覺得醫生、律師的社會地位高,有力和很崇拜呢? 我覺得也有的,因為醫生和律師要讀7年,才可以做到這個醫生和律師,需要時間和能力 但對他們是否真的有一個崇拜的態度,然後真的去到這樣,我又覺得不太誇張 我自己也有朋友是做醫生,也有朋友是做律師,然後我跟他們的生活模式,然後我怎樣去跟他們說話 我覺得也不會有很大的分別,也不會因為我不是醫生或者不是律師,而不能進入他們的生活圈子 所以就不太誇張 下一條問題,加拿大令你最不滿意的地方是哪裏? 我住了這麼久,加拿大來了這麼多年,我覺得最不滿意的地方是太大了 太大是好事,但太大而引致到交通不方便,就是我最不喜歡的地方 其實我本身就不太喜歡駕駛的一個人 但無奈地,就是我上班的時候一定要駕駛 我試過是,以前駕駛駛駛的時候,我找到一架車是可以搭去我上學那間學校 是一個直通的,即是一架車的,但誰知道那架車呢 它那個運動的時間,跟我上班的時間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就算有架車也好,有巴士去也好,我也是完全搭不到,我也是要駕駛 所以我覺得是在這方面交通制造的很不方便 我就算想選擇去搭這個公共交通,我也是沒有這個選項 而且這裡的巴士是傻的,他們只是走直線 譬如說有時候有些地方是很近的,但如果是一個斜角就麻煩了 就是你又要搭去打橫,然後再打直,或者是打直再打橫,這樣就浪費了很多時間 下一題問題,學車是否找中文師傅會好一點? 所以我那時候學車,即是我一來到就學車了 即是我來到已經16歲半,所以我立即考不試 然後我一舊情就立即考G2,也舊情就立即考G 然後我學車的時候,我是找中文師傅的 但是其實如果你說是否真的找中文師傅會好一點呢 其實是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中文師傅,也不需要強求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溝通不了也沒辦法 我覺得如果你是說平時看英文片,你不需要字幕的話 其實你的英文程度是應該可以去處理學車的時候 是用一個非中文師傅也是可以的 下一個項目,我們應該是最後一個項目 多謝大家撐到現在 就是這個為人師表篇 問題是想問加拿大由請教席的resume 和Canadian的resume的格式是否一樣 我不是很清楚,因為我是Copy&Paste的 我不是很清楚那個Grammar是怎樣的 但是我的理解就是 教席的resume和普通Canadian的格式是否一樣 答案就是不是 教席的resume是完全和普通其他的resume的格式是一樣的 通常教席的resume是五個這樣的項目 由你的Teaching Qualification 接著是你的教授經驗 你的理財經驗 你的理財經驗 你的教授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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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之後也可以拍一段影片 說一下教授的resume是怎樣寫的 我已經寫得太多了 這十一年來 十一年來我已經寫得太多了 所以我都可以分享一下怎樣寫這個教授的resume 然後工作上遇到的趣事 我覺得是超多 但是我覺得最好笑的 因為我很多同事都笑到 我想這件事已經發生了好幾年 但現在仍然在笑 這件事就是 我試過有一次是因為帶學生去足球比賽 而製作了個fire alarm 他們說 那你也製作了個fire alarm 你也非常好 如果大家想聽一下如何製作個fire alarm 我可以跟大家再說一下 但是完全是牛頭不搭馬醉的事情 就是去參加一個足球比賽 整個fire alarm 他們是真的消防車都來 之類 然後學校最後是要給了幾千元 因為那些消防車全部都來 然後我就被校長和副校長說 那樣就給了幾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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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只有一個小子 也不是罵 因為我也是沒有心 下一條問題 加拿大的小學老師 是否要自己設計所有的教材務教科書 答案是 是應該要這樣做的 因為小學的教學 是非常空泛的 但是 你的學生是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學生 你可能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種族 然後不同的程度 沒有可能一本書適合所有人 所以 做回自己的教材 可以針對學生的教材 對學生是最好的 下一條問題 加拿大是否一個授人尊敬的學業 很多人都問過這條問題 其實不是的 因為 我不是罵 但是 其實有很多家長都對我們很尊重 這是真的 多謝大家 但是 也有很多的家長 他們會把他們的自身的經歷 以前是學生的經歷 就會放進去現在這裏 但是 其實 社會會變 教育都會變 一些家長 可能二十多年前去讀書 還有現在的教育方法已經很不同 當你的教育方法不一樣的時候 他們就會覺得 你是否不教書 或是你是否教錯書 之類 然後 有一陣子 當我們 有陣子工會 抗議的時候 他們就會把他們的怒氣 發洩在老師身上 我們曾經試過 例如我們去工會抗議 然後我們真的試過被人 在車上射BB彈 所以 我不可以說所有人都不尊重老師 我覺得很多人都很尊重 但是 總會是有些人 將他們的主觀感覺 放在老師身上 我覺得任何行業都有這些事情發生 不是就是老師的 加拿大小學老師 一個人要教很多科目 對於香港人來說 會不會很難掌握? 我覺得不會的 因為他始終的事情都很簡單 然後 最主要是你要跟你學生 去有一個良好的關係 但是要去做到一個良好的關係 我覺得最重要是要溝通到 所以如果譬如說 你真的 完全溝通不到 例如英文 法文都完全是沒有辦法溝通到的話 可能難度就會高很多 會不會覺得 在加拿大做少數的華人老師 很辛苦 很寂寞 其實第一 加拿大是很少數的華人老師 最主要 我想更少數的 就像我這些 因為很多華人老師 其實你都會看到 有很多華人老師 但是很多華人老師 都是很小就過來 例如小學 或者起到出生的老師 但是很少一些 好像我這樣的華人老師 是真的去到這麼遲 才過來加拿大讀書 然後再變成一個老師 所以 其實在這方面 我覺得是 會的 是真的會很寂寞的 然後 當我想去 當我有時候 我自己都會有自己的困難 但是 很多人就會覺得 你找另一個華人老師 聊天便可以 但是 我不覺得 找其他華人老師 聊天便可以 我仍然都要解釋 因為 我經過的 struggle 可能和他們不同 所以 我會 在這方面 覺得寂寞 沒有人明白我想說 什麼 或者我的 struggle 是什麼 但是 我不可以 跟別人說 我很寂寞 因為我的 同事 然後 我的 同事 或者我的 副校長 他們對我 全部都很好 我沒有 沒有 試過 覺得 我的同事 對我不好 所以 除了 在這方面 覺得 好像沒有人明白 我說什麼 之外 其實 我也不會覺得 很寂寞 好了 我想這條 是最後一條問題 謝謝大家 最後一條問題 就是 在學生眼中 我是一個怎樣的老師 我覺得 在我的學生眼中 我應該是一個很容易悶症的老師 但我和學生的關係是非常好 這可能是我的現實生活中的樣子 我經常都悶症到這個程度 但是 我覺得 在我和學生的關係之中 他們會覺得 我是一個很真實的老師 我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我也會告訴你 為什麼 我沒有什麼 放在一邊 避免了我的感情 然後 我也會很認真地 跟他們說 為什麼我會這樣 生氣 譬如說 有時候他們做實驗 不戴眼鏡 然後我就會很生氣 然後我就會說 你知道這樣很危險嗎 然後 如果一些 有時候 帶學生去游泳 然後 明明都沒有叫他們跳下水 然後就自己在這裡玩 然後就跳下水 然後又會在這裡說他們很危險 然後 可能對一些家長來說 我是真的有點惡 但是 我覺得 其實學生 因為我教的學生 很多都是G9至G12 我是真的會有G12跟我說 你真的 你真的嚇生G9 有些G9是真的很害怕我 但是 到了G11和G12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 會明白為什麼我是這樣 然後 然後他們就很欺負 而很多時候 我都會 就算我怎樣惡 都好 我都會盡我所有的能力 去幫他們 而他們這件事是很欺負的 所以 我覺得 在他們的眼中 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 又愛又恨的 又愛又恨的老師 好啦 今天 就多謝大家收睇 收睇到這裡 希望 這個Q&A可以 慶祝到這個一周年 然後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然後 之後 我也不知道Youtube頻道會變成怎樣 但是 我也希望可以更加幫助 更多的華人家庭 然後把我知道的訊息 或者是知道我的資訊 然後 把它分享給大家看 然後 我都可能會開始 講一下 教一下英文 或者 講一下 生活片 這些我都要學習 怎樣去剪這些片 所以 多謝大家收睇 拜拜 拜拜